2022年暑期到,影视作品类型集中到古装剧上,前有陈晓、刘亦菲作品《梦华录》引爆追剧热潮,而后一众优秀古装作品献上荧幕。 其中,仙侠题材的陈香如谢与苍蓝爵脱颖而出,热度居高不下。 陈香如谢打着《香蜜2.0》版本的名头吸引了众多剧粉前来观看。 诚意作为男主角同时饰演两个角色,戏份不可谓不重,关注度自然而然水涨船高。 苍蓝爵与之相比,可以说是后期之秀。 王鹤帝饰演的魔尊角色一改套路,反差十足,圈粉速度不可小觑。 在相似题材、相似档旗的情况下,两人就免不了比较。 那要评出谁在暑期档仙侠剧中更胜一筹,还需全方面分析。 纵观诚意的演艺道路,出演古装剧《唐公美人天下》正式出道。 2016年,因在仙侠剧《青云志》中饰演林京宇而受到广泛关注,直到仙侠剧《流离》播出。 小有名气的陈毅才算真正大火。 一时间,陈毅所示冷静自持温柔痴心的李泽公弟子于斯凤霸占大众事业。 微博热搜不断,此后相继出演《长安诺》、《语军歌》、《山河月明》一系列古装剧。 可以说,陈毅在古装剧,尤其是仙侠题材上,无论是扮想还是演技,都是得心应手的。 面对大众提出的将异众角色演到极致,还是走出舒适圈的疑问。 出演《陈香如谢》和内娱第一档路人盘的女艺人杨子合作,是承毅及团队打的保守牌。 抛开处于舒适区不谈,有收拾保障《杨子》和《湘密2.0版本》称号仔。 只要陈毅将演技稳定发挥,陈香如谢也能让陈毅口碑名利两手抓。 作文古装剧《新生代男神》的位置,以后寻找机会,拓宽戏路也未尝不可。 与陈毅不同,王赫蒂凭借选秀出道,演古装算是半路出家,演艺经历也相对较少。 在青春爱情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饰演道明家族的继承人道明寺,这是他的首部电视剧作品。 随后与宋一人搭档主演古装玄幻剧《江夜2》《反响平平》,与著续端,主演古装仙侠网剧《御龙》《不温不火》,甚至因为角色、假发质量,原因饱受诟病。 期间,王赫蒂出演综艺维持热度,《苍蓝爵》一炮而红,也是让人意想不到。 本文将从以下三点分析陈毅与王赫蒂在仙侠剧的表现优劣。 第一,扮相方面,从角色人设而言,陈毅和王赫蒂差别较大,前者多出演正义勇敢、温柔自持的正派弟子角色, 后者多出演桀骜不逊、腹黑强大的反派大佬角色,都是当下观众热捧的古装剧形象。 两人平分秋色,不过由于诚意古装剧过多,伴想也趋于固定,没有王赫蒂令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第二,演技方面。 诚意,演技稳定,勇目共睹,无论是和流量小花,还是资深前辈搭档,都可以完美呈现角色的一举一动。 王赫蒂演技进步明显,尤其在最近的男女角色互换戏份中,将少女的活泼娇憨,展现得淋漓尽致,满足一大批泥素粉,广受好评。 第三,作品方面。 诚意的优势明显,作为新生代资深古装仙侠剧演员,圈其的口碑和作品质量是其他人难以在短期内赶上的。 与此同时,稳定的作品播出和人物曝光度给了诚意足够的时间打磨演技,或是为形象转型铺路。 但是,虽说陈香如泻是诚意的保守派,但看如今发展,女主杨子身陷吃蛋糕事件,女二戏份莫名增多,丑闻不断,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观众对陈香如泻的观感。 诚意也难免受到牵连。 相比之下,王鹤帝后见十足,起初,苍蓝爵多由女主于书欣和刚出演孟华路热度暴涨的前夫哥徐海乔,畏惧增加流量。 随着男女主身份互换戏份上演,网友自来水进行二次创作,王鹤帝的表现为人所知,得到业内业外一致好评,颇有当年罗云熙因香米沉沉进入霜大祸的风范。 但王鹤帝能莫能抓住东方青苍这一角色青云直上,还取决于本人和团队的眼光。